因為我們到本來也沒什麼錢 我們也不是說為了賺錢才要出來 這跟他們 我在西州跟謝家長期的十多年來 應該不是說十多年來住不住 四十年來就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因為他們說做生意願 做理會 現在做理長 再來他們就說他們要選 都他們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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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大家都沒有機會 彰化線第三選區 沒有人要出來 所以 Winni你真的準備好了 你真的不怕累不怕苦 你就要吃苦就對了 歡迎收看486惠客室 我們已經好久沒有開錄486惠客室 最近這一系列 都是請問486 最近我注意到一則新聞 讓我非常訝異 就是在好幾年前 曾經有一位 也是佔據相當長的 媒體版面的人物 然後這個女生 最近要出來選立委 所以她就讓我非常的驚訝 因此我們今天特地邀請到 吳英寧小姐 從彰化北上來到我們的攝影棚 的現場 來大家講講看 吳英寧 她這個人的故事 英寧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我是吳英寧 是 那英寧 其實對於你來講 我想普遍一般所有的觀眾朋友 可能大家都跟我一樣 最好奇最好奇 就是你當初 為什麼會去當北農的總經理 是怎樣一個因緣際會呢 那時候 也是很簡單 我就是本來是在西州鄉公所當主任秘書 那我已經在公所當主任秘書 七八年的時間 本來那時候已經 地方上的鄉親都說 吳英寧 再來選鄉長就是你 你出來選鄉長好了 你人設政公寿秘書也做了很久 那他們就幫我主動還幫我做了一個背心 吳英寧這樣 然後就叫我要選鄉長 但是呢我在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接到就是農委會的這個電話 那時候的農委會的副主委 也就是現在我們農業部的部長 陳吉仲 陳先生他就是 我都叫他吉仲老師 我都叫他吉仲哥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吳英寧 這個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 這個總經理的這個位置呢 其實已經就是說 很多已經一年了 找不到一個人 可以去那裡做這個總經理 因為前面找死的人 柯文哲市長都不同意 所以他說 你可以看有這個議員嗎 來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做總經理 我想一個說 那時候呢 我的父親就是吳勝老師 他說 不要啦我看你不要去台北 他人複雜啊 幹嘛去台北啊 你就去增加就好啊 那時候我的表哥 也就是當時的西州鄉長 他也是說 你就接你去山上町就好啊 不要去台北這樣 但是我就覺得說 到台北是可以做一番的事情 所以我就同意 一個人來到台北做農產運銷公司的總經理 那時候 農委會呢 他就是推薦我 然後柯市長 他就同意我 然後 所以就是我就來到了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做一個總經理這個工作 你當時去的是柯文哲告訴你 好比說面試這個過程 應該是有嗎 有啊 你覺得這個人怎麼樣 粗粗一家人 粗粗的時候 當然大家 我就是想說 這也是我的老闆嘛 我的老闆就是兩邊同意 農委會同意 台北市政府同意 兩邊同意 不知道有我做總經理 粗粗我們農人想說 我們就是 去到那裡認真做事 做這個總經理這個 為這個工作做好 所以我對柯文哲市長 在剛開始的時候也是 滿心的尊敬 我當時看那些電視 後來不知道有什麼 說真的說真的嚴重 對不對 那時候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是因為說 你做得不錯 到前面是韓國瑜 那兩個是有比較 還是說 當時的政治方向 大家為了要轉移一些 你有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有 我有想過 那當時我看電視 我覺得這離譜 剛剛有去報這個 尤其是一些偏中國的 這些電視台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有點走火入魔 我當時 所以你的感覺是怎樣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大家一窩蜂 好像一個誰在背後 有個陰謀發一通指令 所有的媒體 大家都對著你去咬 然後每天就製造這個東西 來好像要分 排解一些什麼 那個事情 就是我去當北農總經理 已經過了 將近半年的時間 已經半年都沒有什麼新聞 我的事情發生 大概是在3月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突然之間 怎麼你說的 第一個發動的就是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就 頭版條 頭版頭 就是修飾的事件 意思說 這個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就是五種經理 決定修飾 所以造成了這個農民 沒有辦法就是 這個進貨量很大 所以造成農民的價格低落 農民心在淌血 我就覺得說 那個第一的新聞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對了 然後這個第一 修飾 不是台北農產運銷公司決定的 修飾是前一年 台北市政府決定的 然後第二 修飾之後 再來重新 就是進貨量 雖然比較大 但是我們也很盡力 就是把這些進貨的 這些農產品都賣完了 也沒有像外界講的說 什麼價格低落到什麼 多大的一個程度 為什麼中國時報會 刻意的把這個事情 做成頭版頭 不只頭版頭 內業也有 內業就有一個對照組 內業開始就說 你看這個北農總經理 吳英零現在 造成了農民這麼多的 受苦受難 心在淌血 所以我們就懷想 前北農總經理 韓國瑜 他是一個賣菜人 他多麼體恤農民 他多麼欣慰農民 他多麼會賣菜 對照就出來了 這個就是一個劇本的開端 就是以一個憲政總經理 跟一個前總經理的對照 那時候三月的時候 就是韓國瑜剛好宣佈 不是剛好的 就是已經宣佈 他開始要選國雄起床的時候 所以隨著他的這個選戰 2018年的這個選戰 我們就變成被抓出來 跟他做對照的這個 故事的模組 所以當時的故事 就是說 你看看有一個韓國瑜 他對農民很好 很體恤很什麼的 所以就要有一個對照組 是這個現任的總經理 所以就從中視啊 中天啊 然後中國時報啊 然後再加上國民黨的 這個台北市議會的議員們 全部都發動攻擊 才形成這樣子的一個劇本 所以各位朋友 我在我們這樣時間 2018年嘛 你看我們現在2023年 那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們回頭再去看 其實他這個邏輯 非常的簡單 在台灣要操作這些 輿論的這個邏輯 有這麼簡單呢 首先背後一定有一個人 他會去抄刀 他會去抄盤 他會先把這個所有的劇本 所有的大綱 誰先上 誰後上 誰怎樣再去 double check 誰再去開第二炮 什麼東西的 這個背後呢 在那邊這樣我就直接公開講 背後絕對就是中國 對不對 我跟你講真的 背後絕對就是中國 他的背後絕對不可能是誰 例如說 他絕對不可能是朱立倫 對不對 他絕對不可能是紅袖柱 或者他絕對不可能是 例如說好農賓 他沒有這個材料 他沒有這個能耐 背後只有這樣一個最恐怖的一個人 他在操作全台灣的所有的輿論 那他這個輿論呢 我們那時候看起來好像就是說 我們來打殺吳英寧 其實他只是把吳英寧 當作是一個韓國瑜 要進軍政界的一個 墊腳石罷了 所以這一套劇本喔 其實在2018年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中國一看 這一套玩得真好 對不對 玩得真漂亮 所以後面他一直如法在炮製 後來他還真是 講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例如說陳吉仲 吉仲哥啊 那個農委會啊 經過了多少次在背後 那種中國統戰這些陰謀的超刀嘛 什麼幾十萬公噸 幾萬公噸的什麼葡萄柚 還是文旦 丟到水庫 這種 這種韓國的這種 也有人會相信 然後也是一堆那種媒體 然後立委議員 就開始出來跳 開始出來咬 完完全全 你看都是這一模一樣的模式 所以說今天有看我們這幾個朋友 四八就在這邊 拜託各位幾件事情 第一 先幫我按個讚 第二 幫我分享一下 或留一下言 真的讓我們這個影片的擴散率 能夠提高 讓更多我們台灣人 知道在中國 這些什麼中國時報 什麼中天 這些很惡劣的這些媒體 他們的操作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實在講 其實我那時候 有去觀察北農 其實為您 你雖然說那時候出街 有那個北農的總監理 但是我感覺你那時候 有跌 看得不錯 你那時候做了不少的改革 對 結果那時候雖然說也有一些媒體 也有去講 可是事實上 我們知道比較親台灣的這些媒體 他的這個 例如說閱讀率 讀報率 點擊率 他真的是還是沒有那種親中的這些媒體 來得多 所以那時候我也有去看平衡報道 我有去看 我也覺得說真的做得不錯 因為那時候你在台北啊 北農嘛 我就是台北人啊 對不對 我每天我們就要買水果 買菜 我們就要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 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啊 我根本我也沒感覺說 東西有變貴啊 電動有些菜 我覺得變得很平價啊 那時候遇到了幾個小天災 一些小災害 也沒有什麼波動啊 你那時候做了哪些改革啊 這兩台看起來長得很一樣 但是只有在486團購 才有最新獨家白色款寵物模式 外面通貨可是沒有的喔 最新款的濾網升級到了HIPPA13 另外486獨家的500萬奈米離子 比起外面多出了一倍以上 小心千萬不要買到舊款的庫存品 要買最新最棒的LG家電 就在486團購 就是我們在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幾個 比如說啦 簡單來說 韓總在韓總的時候 他就是獎金 我們公司的獎金 他就是隨意隨他發 他要發給誰多一點 發給誰少一點 就是都是他在決定 但我們健全了這個獎金的 這個發放制度 不可以這樣啊 對啊 你要把獎金的發放制度 要健全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 我們也是 那時候我自己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我就發現說 哇 我們這個攸關 我們大台北市甚至攸關 算是桃園啊 新竹啊 這很多地方甚至全台灣 很多地方都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去把這個菜 就是買菜再去批發給市場啊 給超市啊 給餐廳啊 那這個我們食安的把關 當時我們是用這個深化法 我們用快篩 這個檢驗方式 非常的老舊啊 已經是差不多日本時代的檢驗方式 你知道嗎 真的 我說這樣不行吧 我們如果用這種 這麼老舊的檢驗方式 都測不出一個實質的狀況啊 所以我就想想一直想說 這邊要怎麼改管 後來就去跟藥毒所合作 發現說台灣的我們的藥毒所 已經研發了一套 質樸儀的這個檢驗方法 這質樸儀一檢驗很快速 300多種的農藥它都可以 馬上就可以就是檢測出來說 有沒有實用有沒有實用這樣子 所以這個質樸儀的系統 我們就是去跟藥毒所合作 然後確立到現在 北農他現在就是 用質樸儀的這個檢驗 幫我們的食安把關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進去的時候發現說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李韓總的系統都只有跟中國貿易 我們就想說 不能就是 只有在跟中國貿易吧 我們應該是去擴展 台灣的這個蔬果 就是可以外銷到全世界 這才是我們的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包括後來 我們現在到現在都一樣 我們的蔬果都有出口到帛琉 然後當然也有一些新加坡 當時 審計連中南美洲都有來跟我們接洽 只是我任期有一點太短暫 後來這些事情沒有去處理 這也是我們讓我們的蔬果 農產品可以出口 再來我覺得一直要說的是說 第一市場的改建方案 一開始我進去的時候 三個月以內 我都一直在開會 雖然當時有張詠誠 他就是也有在這個媒體說 什麼我八個月都不曾開過會議 這個都胡亂講 我就一直在開會說 因為那時候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第一果菜市場 面臨要改建了 那當時 前總經理韓國瑜 那個時候的方案 拿出來看 哇有一點紙上談兵 不符合實際上的需求 韓國瑜就這種人紙上談兵 動線也不對 你挑高也是太低 你拍賣市場需求的空間 你總計市場的面積 還是說你到時候 這個運動線要運作 要怎樣 歐益的貨車要怎樣 這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說這不行 這一定要改變 就是重新提一個新的方案 新的第一果菜市場的改建方案出來 那我們就召集了市場的人員 跟這個北農的所有的人員 就是每個禮拜都固定開這個改建會議 然後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案 送到台北市政府 我都一直會記得說 上去的時候 柯市長他就不以為然 他的意思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新聞 一定還記得 柯市長還說一句說 吳一寧懂什麼 他說吳一寧懂什麼 他怎麼可能會送出一個 新的改建方案出來 我比較欣慰的是說 我雖然離開了北農總經理的 這個位置 但是當時我奠定了這個 改建方案 現在台北市政府採納的 這個第一果菜市場 現在進行當中的改建方案 就是我們那時候拿出來 所以各位朋友 民主的社會 民主這個制度 實際上 我覺得它也是千瘡百孔的問題 我們說真的 可是相對於 例如說中國那種集權的 那種共產統戰 統治 那種北韓那種 一人統治的這種 民主還是好蠻多的 那剛剛聽到這個 吳一寧他這樣講 當然各位可能講說 哎唷 今天你邀請吳一寧來 兩個在那邊 一搭一槍都說他好 對不對 但是到底是不是這樣 我想這個是這樣子 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覺得所有觀眾朋友都要 都要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不是說今天哪一個 媒體說怎麼 大家都在相信 還是說四百六的 這個沒辦法說怎麼 大家都在相信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智慧 用我們自己的嘗試去判斷看看 對不對 那事後 當然事後諸葛最簡單的嘛 我們經過你看2018到現在 經過這麼多年啊 我們再去檢驗 我們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歷史終究真的一定是要 還給吳一寧一個公道 同時要對於那些報社啊 那些媒體啊 那些國民黨那些議員啊 包含了柯文哲 這個非常惡劣的一個 一個市長 我覺得我們大家 心裡都有一個數 到底是怎麼樣 那一寧 那你後來就是 就又回那個彰化嘛 西州 對 所以你就是西州的小孩 你幾歲 你都在那裡那裡 對啊 我客氣有小孩 你能不能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彰化喔 我們是上一次的那個 議員的選舉喔 那我也有去過一次啦 那基本上我剛剛說 唉呦 這個彰化期喔 這就是 我的印象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也不像 這房子也很貴 我一直在看一看 我覺得是一個 很趣 很好一個 當然彰化 因為我自己知道 就是他的醫療各方面喔 醫院各方面是還蠻多的啦 但現在西州 一般的人會想到什麼呢 想到了一個喔 就有點像雲林的 張榮衛世家 或者是說有點像 台中的 顏青標世家 就是現在我們的 你要出來競選 這個信伊鳳的這個 這他好像也是 你們這個地方上的人 有也客氣啦 對客氣 你能不能跟我講一下 客氣這是什麼地方啊 他有什麼有趣的地方啊 其實西州鄉就是 濁水西畔的一個小農鄉 我們這次要出來 競選的彰化縣第三選區 它就是包含西州鄉的十個鄉鎮 它就是茄酒保湯 鼻頭折斷二淋 風腕大聲 蛤蝦保新保養 基本上就是 濁水溪沿線 跟舊濁水溪沖灌溉出來的 這一個平原到 海濱的這十個鄉鎮 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從小生長的地方嘛 我在那裡唸國小啊 然後唸國中啊 然後我從那邊搭公車去 就讀彰化女中 然後再搭火車到台北 那時候臨搶了那個小瓜 你不知道有意思嗎 不知道啊 飛車點點要去走 然後就來台北念大學 法律系 那後來去報社工作 也出版了幾本書 一本就是寫這個蒙面叢林 是去墨西哥東南山區 然後探訪這個墨西哥的游擊隊 探訪那裡的原住民部落 然後一本是寫江湖在哪裡 就是寫台灣農業的50年的變遷史 是從這個白米炸彈客 也就是從楊汝門事件所來衍生 一本我也是自己有出版十集 寫作出版三本書之後 我就又回到楊池鄉公秀 在那裡擔任最基層的主任秘書 所以就是七八年的主任秘書的生涯 跟這個謝家 也是在地方上有很多的交會 裡面譬如說 在主任秘書的任內 因為就是我們曾經就是發現 我發現說 這個國光石化要蓋在這個 就是我們大臣放院的這個濕地 所以謝家是贊成要蓋國光石化 那我們認為那個地方是國際級的濕地 不適合蓋國光石化 所以我們就是反對了這一個 國光石化的興建 那時候就是跟謝家有對抗 然後後來呢 那現在國光石化沒有做 那另外一個事情就是說 謝家那時候就是認為說 在西州要從水源頭 赤窄逼準的水源頭 取水到二林的中科 那我們認為說 你不能從水源頭取水 你要給中科水是OK 但是你應該從下游再去取水 不然說你就為水源頭採水 採水你中的農民灌溉用水怎麼辦 對啊 你這個工程應該說 你讓這個水大家農民都可以用 還有就是下游 你還取水去給中科 這樣不知道比較合理 是啊 就是為了這一個工程 我們也靜坐了100天 然後跟謝家有這樣子的一個衝突 所以在電影上長期以來很簡單 就是我們跟謝家的這個 主要的差異點 我想就是對地方上面的這個 我們的發展是不同的理念 他們比較想說 他們要做工程 他們的資料 他們可以更加家庭越大間 他們自己的資料 可以越來越賺錢 他們的出發點比較是這個樣子 我們想的是說 這水要大家用 這國際資料實地要大家補 大家都可以用 不是只有某人在那裡去工程 賺他們自己的錢 如果我們電影的發展是要說 大家共同發展 大家共同好 大家都可以賺到錢 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收集都要比較好 這整個地方要整體提升 因為我們以前 本來也沒什麼錢 我們也不是說 為了賺錢才要出來 所以就是說 這跟他們長久以來 我在西州跟謝家 長期的十多年來很 應該不是說十多年來住 四十年來 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所以代表支持我們的 也是我們這些農民 這些農民 還是說這些中小企業 還是這些我們對這個地方的公共發展 有期望的人 他們會認為說 對啊 不可以說都他們長 要他們長做議長 做立委 他們說做生議員 做立委 現在做立委 再來 他們就說他要選 我們是我們管長 都他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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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都好 大家 都不要 都沒機會 重點不是有意 重點是說 你電影如果都一個家族 都他們長 你電影的年輕人 年輕人也沒什麼機會出頭 你说你要在彰化县第三选区 要参与政治 你说你像是一个年轻的人 他要选议员 然后他要起来 有机会选立委 你经营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都被他们家族给把持了 你其他人想要出头 其他人想要有更公平的机会 起跑点 或者是更公平的这些补助跟扶持 都比较没机会 这是我们怎么要出的这个冠营 我真够了 有一天我在那个脸书上看到你出来 要参选 好像站在农田 对吧 还是干嘛 我看我给你驚一个 我真的吓到了 我看到你这个 新闻说你要出来算 其实我第一个生活是说 这是不是假新闻 真的真的 我真的我没有骗大家 我想说这是不是假新闻 或者是说 我想说不对 好几个朋友 大家都有在转Po你要出来参选这个消息 我想说 是不是搞错啦 吴依你他没有要出来选喔 你可能是要冲事 大家以为他要出来选 还是怎么样 结果后来前段时间 真的要出来选耶 你是怎么了 你敢不怕你敢不疲 我不怕啦 但是会疲 真的 你像穿外套来这里 对吧 这就很疲 对啊 因为 你怎么想说要出来选 我比较没有 我可能有比较幸运一点 就是说 其实我离开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了 我就回到家乡 我就回到我作家的身份 所以我可以 就是有一个作家的身份 或者是说不要说作家 我们有一个写作者的身份 面对不管是怎样的局势 我就是有一个文学的可以依归 所以我可能有这个原因 所以我较不烦烈说 性格的什么这种问题 所以其实离开北农 我回到家里 回到彰化 我的转换很快 我并不会说 哇 我从一个这么镜头 大家拍摄的一个对象 突然之间回到书房 我很适应耶 我妈胸的进去书房里面 我可以一整天就是在那边写东西 而且我的心还蛮近的 不会有什么创伤 还是说觉得说眷恋 怎么现在都没儿童头 倒是都不会 那你怎么突然出来 所以本来就是 我们也是想说 对不对 我们就是认真写作 不过我想我的生命里面 一直以来是有这两个 两个面向在进行 第一就是我很喜欢写东西 那我也认为说 写东西是我生命一个 很大的一个使命 但是另外一个 我从小我对于这个公共事务 我也是真有烈情 我如果没有这个烈情 我们也不可能来台北 龙山文肖公司做中间 我也不可能说我已经出版三文肖的作家 突然之间我进去西州乡公所 在这个第一层的基层乡公所 在那边待了七八年 每天就是在那边处理农民的这些 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然后跟农民一起去想说 你们家今天有资料什么状况 这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疑难杂症困难 还有行政上的琐碎的事情 我也很有耐心去处理它 我就在想说应该是我真的对这个情有这个情 所以当这个事情就是在五月的时候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彰化县第三选区没有人要出 就是没有人主动表示登记要参选跟卸家竞选 那大家就会很忧虑啊 就是说都没有人出来 他们他们倒在算就好了 是啊 他们倒在算不计倒在算 他们还可以将华金三区 他们都可以去扶悬啊 甚至他们延然就是彰化县 县长就是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钱 他们家的仪仲又装脚在里绵密 马上他们整个就是 王朝就可以彰化县长都他们家的 那地方上真的很多乡亲很忧虑 包括我的爸爸 啊 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决定说要出来 我爸爸就说 哦 这算了 这赞人辛苦 威霖你不一定要打赏 人家叫你出来 人家叫你出来你也不一定要打赏 赞人辛苦的事情 这我也没法说什么 你如果没打赏我也感觉很好 我妈妈也是说这赞人辛苦的事情 但是我的父亲吴老师呢 另一个想法就是说 不过你如果没打赏 我们这个大国 我们这个中华 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大国 赞青荡是在我们这个选区 谢一凤他现在又是这个国民党的彰化县党部主委 他又是国民党立院党团的副秘书长 他就是一身兼要职就对了 对这个我们中华这个整个政治的生态 而且对台湾这个大国来说 吴老师也是很烦热 所以他的两个心情 他的两种心情 第一当然 祖竟然你不需要赞人辛苦 第二说 如果真的都没人出来挑战谢疆 要怎样 对不对 这个地方又是 又十年都他们家的 他就是这种心情 所以他其实 也是很很复杂 很复杂 所以我也是想差不多一两天的时间 我想一两天的时间 因为我做决定都很近 我人生做决定 不太拖沙 就是说我决定 好 比如说我那时候 决定我要去北農做中卷律 我爸爸反对 但是我就说好我决定 然后他就会尊重我的决定 所以我两天后 我和吴老师 我和我爸爸说 他说好 我带 吴老师其实是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 这个表情 对啊 他不是说 欢迎说 祖竟然你要带 他也不是说 就是说你不要带 他就不是 他就是像我讲的 他就想说 啊 在你辛苦 啊 你出来也是会好 不然电影没人 就是 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开始了这个序章 嗯 实在讲 我在台北 对 好比说中华 华南部 台当 法联 一些什么 双区 双区 我不是说 这很有研究 但是 在谢依奉 他们的社交 我们说白就对了 实在是 很强 当然啊 对吧 你看到盐亲彪 嗯 盐亲彪 他们 他们嫌 颜宽衡 嗯 颜宽衡是谁 颜宽衡是谁 颜宽衡就是 盐亲彪 颜宽衡 对不对 然后你看看 他有没有很 很丰功伟业 或者他有没有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没有 但是他当初出来 要来那个 那个陈伯伟被罢免之后 对不对 你想推出那个 那个谁 出来要跟他那个竞选 那个那个补选的时候 整个民进党 打一个严家 然后你看票数才赢那么一点点 对啊 对不对 我们都来看 刚才我说的 那个云林 云林你看看 你看他们那个 那个 那个 张荣卫 对 张家 张家也是 很强的啦 你看一些大拐 一些冠森 有一些什么 议员 什么 礼物什么 对不对 也都爆山 爆海了 所以 云林你真的准备好了喔 嗯 你真的准备好了 你真的不怕累不怕苦喔 嗯 你就要吃苦就对了 嗯 哈哈哈哈 我真的觉得也很佩服你 那你现在 开始 跑到现在喔 现在会不会很累啊 最近的一些行程 我 我出去的时候 当然一些乡亲都说 你变山啊 你不要再山啊 太山了 你像早晨两个月 你就变山了 你变黑变山啊 当然都是有乡亲的关心嘛 但是我觉得是 还是还是很好 嗯 虽然就是我们变山啊 也变黑啊 那现金也有很多 不过透过这个选举的过程喔 我更多的去接触 认识到很多人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 以前我也许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去认识到我们地方上这么多的 形形色色的人跟产业 那透过选举的过程 反而我有更多的机会 去听见大家的心声 嗯 了解他们的困难啊 听到他们的心声啊 也知道他们的愿望啊 我觉得这个都是给我养分的 就是也给我力量啊 想说你看看 差人多人 他们对我们这个土地 是有期望的 所以说一起 就是说把这个期望 能够让他付诸实践 那大哥说的就是说 这个立委他也不可能说 四起一任嘛 四起一任 四起一任 他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事情 他也不可能说 你只做一个立委四年 你就解决了很多很多事 但是呢 这个方向 是至少是会往那个方向前进 一步一步一步前进 我认为这个是 有机会去实践 而且也很必须要去实践 我们今天威怡 他进我们公司的时候 那我们很多同事呢 就在那边很欢迎吴英宁 吴英宁我想心里也觉得 蛮蛮开心 对啊 实在说我要讲一个小秘密 其实两年前 2021年的时候 我就有对我们的节目制作 提出说想要邀请吴英宁 来上我们的节目 也是上慧客室 那我就觉得吴英宁 她这个女孩子 我觉得 我觉得她是一个传奇 你知道吗 以前然后在媒体上面 然后被攻击了这么 这么强大的火力 这样集中去攻击她 然后事实上她在北农 她也虽然说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她又确实又做出了 在那么短时间 又做出了很多的成绩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女孩子真的是不简单 她绝对是一个很有料的女孩子 她绝对有很多她的故事 那可是那时候因为是疫情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制作 那时候说大哥 中华来到这里 这种大移动 我们要不要再缓一缓 再缓一缓 然后就一直缓一缓 那前段时间我在忙什么 就是忙着一些县市长 还有议员的选举 所以我也是访问什么的 花很多时间 最近刚好又遇到一些话题 所以刚好看到吴英宁 这次要出来参选 当然最后我也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现在离正式开跑选举 还有一些时间 我也希望说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在这边呼吁 这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故乡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出力 那你能期望说 我们的这个国家未来 我们的孩子能够有 多好的一个社会 一个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等吴英宁呢 她的那个例如说捐款账号 到时出来的话 大家也如果说有能力 我觉得100 300 500 小额各方面也都没关系 大家也都能够来赞助一下 吴英宁 能够推动她一把 尤其现在当然讲 各位可能觉得还有一点早 但是我真的很诚挚的希望 就是说等到真正投票的那一天 不管你人在台湾的东南西北 真的回故乡 把你手上的这一张票 投给吴英宁 那让我们的故乡 让我们的未来的国家 能够更好 让赞清德选上总统之后 能够更好做事 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吴英宁 这个专期的女孩子 也期待英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舞台 能够为地方为国家 能够再一次的发光发热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把你打热 应该 revelation 本节目由486团go提供 拥有最优质的节目 以及最新款的家电 旨在486团go alter 诠辰